1979年 美国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 为确保国家经济稳定发展 持续成长 并掌握国际经济脉动 特以裁判法人方式成立独立研究机构 网罗国内外学者提出政策建言 70年的时候成立中华经济研究院 除了中国大陆的研究 当然国际经济 台湾经济也很重要 所以正式成立的时候就成立三个研究所 第一研究所 第二研究所 第三研究所 研究的重点就是在于大陆经济 国际经济跟台湾经济 自1960年到1990年 是台湾从劳力密集 变成技术密集发展的重要阶段 台湾经济开始升级转型 中经院一步一趋地协助政府 进行推动整个产业政策研拟 协助企业快速发展 中经院都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 到了2000年以后呢 台湾开始办向 数位经济的时代 强调知识 技术密集的产业的发展 这股的出税降低 促进产业生产力 跟产业创新条例 包括这个过去的加速折旧 五年免税 研发投资低限 消除了半导体产业 在早期研发上的风险 所以半导体慢慢地就从经验代工 往上游扩展到IC设计 到下游的光照 封装测试 所以整个半导体的纵盛就起来了 2003年WTO及RTA中心成立 主要是协助政府提升 我国国际经贸事务研究动能 特别在区域贸易协定 或是经济合作协定上 扮演经贸谈判的重要角色 无论是在WTO这个组织 以及这个方便FTA也好 或者是区域性的这种 CPTPP的这种大型的协定也好 WTO及RTA中心 其实都持续地发挥了 一个很重要的幕僚角色 特别是像台金台纽这种 事前可行性评估报告 基本上都是由这个中心来负责撰写 40年来 历经草创 成长 茁壮与再成长 中华经济研究院 已经成为一个卓越的国家智库 中华经济研究院已经成立了40年 在时间长河的抛洗催淋之下 本宴历经草创成长 茁壮已再成长 如今本宴即将迈入第五个十年 又证实国际形势大变动的关键时刻 展望未来 齐取本宴同仁 能够同舟共济 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言 相信本宴在政府及社会的支持之下 将进化成智库中的智库 在时代的潮流中 继续洋帆远航 再创中经验 新高峰 中华经济研究院现在正处于传承 历史关融 已开启未来宴景的关键时刻 期盼同仁能够攜手合作 共同营造优质和友善的工作环境 大家一起继续贡献重要的研究成果 让中经验继续成长 逐篆